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如中 你曾经在这个脸书上写到 单身男子的日常就是 面对一切都是一个人 你觉得一个人最纠结的心情是什么 最纠结啊 就是你不能全然地 说你现在的状态 你还是要有点给对方的期待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在我的脸书 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脸书 我都不乱加朋友的 所以我在里面只会提到一些 比如说我的家里人的照顾的事情 或是我眩孕的事情 这些事情我都直接写 但是在工作场合没有人知道 除非我在电视上讲 不然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发现很明显的 大家期待我是一个阳光男孩 其实我已经这把年纪了 大家只要听到我讲快乐幽默 好像是大量的回应 都是好朋友 可是当我讲到一些 比较负面的 伤心的 我也想做自己 不想要变成那个阳光人的时候 全部都只剩下赞 应该很多人给你加油打气 会 那只是在前两三次 当你讲了十次同样的事情 没有办法解决 别人又开始像心理老师扶照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又跟一般人一样了 那我就开始慢慢觉得说 这件事情不能让它变成常态 我知道我最对于朋友来说 也有我的责任 就是我要把这些朋友 不能以这个来考验说 朋友的好坏 它只是人生的其中的一点 所以我把我最负面的事情 只封锁给三个人看 这三个人在北中男 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他们要知道 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是只有这三个人知道 一个是比较情感 我北边的朋友 是非常情感层面的 另外两个是非常理性的 就有一天我万一个怎么了 时候这三个人可以帮我处理 我是这样的相信 那我也可以回应他们说 你们甚至可以不用回应我 你们只要知道 我发生什么事情就好了 那这就是我所谓的一个人 一个男人在单身的时候 要面对一切的事情 就是有些话 你觉得不能跟大家讲 有些情绪 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吞 我觉得讲很琐碎的事情 本来就不是我的性格 但是如果把这些琐碎的事情 我已经讲出来了 还得不到援助 我何苦 你觉得大家是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不想帮助你 应该是大家觉得 如中哥你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大家可能 还没有想到什么的 我可能很有能力 方式去回应 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时候 因为如中在过往给人家的感觉 形象就是很阳光 对 那有时候看到他的无助 也许很多人也发现了自己的无助 然后在这两箱无助之下 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好像不知道在这个时候 讲这个话会不会伤害到他 会不会让他想得更多 那与其这样 那么就暂时让大家都保持一个 这样的距离 可能不敢安慰吧 有可能 对 或者像比如说他已经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了 甚至是诗作家或者什么 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写 你知道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写出来是不是太幼稚了 或者是对 因为大家觉得你智慧是这么高 你看另外一位做 他写的时候 我们下面留言就有一大点 我们就有一大点 很需要被帮助 像你要说谁 写东西我也不敢留言 不是 我倒是觉得 现在的年轻一代 他们都会转个方向来 处理这样的问题 那你不会有人就给你搞怪 就弄一些很酷熟的东西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 没有办法跟你谈 可是他们用一个 很酷熟的方式来让你 比如说 高兴一下这一类的 有可能在脸书上面 确实有很多这种人 他完全是文不对体的回答你 他是让你转移注意力之类的 这是一个疗愈的方式 我倒是觉得说 所谓的疗愈 不一定要限制在这一种 大师队来给你说 分析说 这个是父亲跟男朋友的角色 什么 不需要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 我自己看到这一些 文不对体 你怎么跳动得这么厉害 好好笑 我就把我自己的烦恼忘掉了 真的真的 应该学这一部分 那个疗愈不见得 一定要走过去的那种方式 对 所以你每个赞没有讲话 都是非常非常关心你的 每一位朋友 谢谢 你还是应该多表达 大家都很关心你现在的现况 OK 因为他的脸书不开放给外面 我不开放 他是私人学 就是那几个 对 他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一个 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粉砖 有粉砖 对啊 有的时候你有粉砖 粉砖就是阳光男孩 对啊 OK 你知道吗 我连每一天po的照片 因为我不知道po什么 一个男生能po什么 我又不是自拍的人 我po上去都有大量的回应说 为什么今天不笑 哦 我说我干嘛人要天天笑 这个东西 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解答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不笑 今天又不开心了吗 我看得很烦 可是没有办法 粉砖嘛 我觉得人家是想要跟你聊天啊 有可能 多看我们单身行不行 就可以更了解履物重新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内心已经渐渐的 因为单身太久 已经渐渐封闭了 已经变成一朵死了 不是 然后封闭之后就有一点 有一些你会觉得过度的关系 有一些你会觉得人家太冷漠 有点分析技术了 对对对 那你一个人觉得太难过了 哈哈哈哈